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攻略》 我是Vicor,我問這一節有Stanley做嘉賓 Stanley,你好 亦呼籲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想問Stanley的話 就打來204-6566 又或者把問題電郵到ASK-BH-Channel.com 和WhatsApp到9157-1428 或者Facebook和Youtube 我們都做Live,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都會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生指數最新保育24,435點 跌231點 國企指數跌46點 9,873點 大市成交有478億 Stanley今天看到市場也跌得多了少少 但看到10點多的時候 A股突然抽了相片 是呀,沒錯 是不是有什麼消息呢? 但我又找不到 剛才說幾個電話都跌回 是呀,因為本身A股抽上來的時候 看到跌幅其實都收窄了 港股這邊 不是,我懷疑 我懷疑 就是這樣說 我懷疑是內地炒放水 我覺得像是 像是這件事 炒放水? 是呀,我覺得有點像是 我看到內銀那些 都好像又彈了一點點上來 不是,因為內地今天 今早出了CPI和PPI的數據 某程度上CPI和PPI都差過預期 CPI的升幅其實是小過預期的 但PPI的過幅是多過預期的 所以這個情況又反映了 我們的通脹壓力其實是不大 所以變相之 都可能 如果你說是 央行方面 油行方面 它有機會 我覺得是會放水 因為現在 某程度上 那些通脹那裡 因為通脹 你看回它裡面的核心那些東西 應該是豬肉格格 好像那個的升幅 又不會那麼厲害 但如果這樣算 有空間 有空間放水 所以你看現在的老人股又 膽小一點點 是 但市場好像沒有幫助 沒有 我今天早上去想 想一下 市場 跌什麼呢 是,跌什麼呢 想一下 又沒有 首先 比較正常的想法 你沒有 你今晚的時間 你科技股 美股那邊 都一般 而且 好像你說 現在好像有個說法 就是說 會搞這個晚禮集團 對 很可憐 是吧 沒有 但你又預料了 我覺得 好像你過去這幾天 這一段 這個星期的時間 你也預料了 他會出手 很久沒有見Micky 是嗎 你不理 是不是想念我呢 不是 我放了假 是呀 放了假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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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打開話題 是呀 繼續 就好像你說 阿里這些是今晚禮 那你又好像 又想搞那樣 但你又想回頭 嗯 知了 但問題是說 因為這件事 就是你說 可能它會針對 晚禮這樣計 不是今天的事 其實你見到 上個星期開始 已經有這些消息 開始有這些消息 但是你的阿里 又不好跌的 另外我有些覺得就是 就是阿里這個情況 就可能令大家連這個 騰訊 騰訊都可能有些 驚驚的 都會呀 騰訊回了這麼多 對呀 又回得深了 其實今天的科網股 都回得多 除了一隻小米之外 一向都 之前它都落後於人 是 但是昨天 就是阿里巴巴 騰訊 美團創新高之後 今天都回得比較多 但我想說到一件事 市跌的原因 是怎樣呢 因為今天是星期四 就是大家要 收拾心情了 不是啦 星期四做甚麼 做甚麼 那你想想 星期一和星期三的時間 在炒甚麼 星期一和星期三 炒甚麼 我不知道 是否同學封 然後又 對呀 我又放假 看汪路跟大家知不知道 星期一大家記得 在炒甚麼 炒甚麼 大家好像有點迷惘 我看到好像 開股了 都不想報回覆 是 星期一的時間 大家是炒這個 欸 阿Cas好東西 沒錯 OK 都沒有感覺 不是呀 你想想星期一的時間 你真的想回頭 可以的 星期一的時間 那個市場上升甚麼 你不是說 習大大來 我們心蠢 還有心蠢 還有心蠢的措施政策 是這個 但你那個市場 那天 是升了五百多點上來 你想想 其實五百多點 是真的升了甚麼 其實是沒有特別的 但問題是 今天星期四 你昨天的時間 又出來說話 是 你也要 像我們那個說法 很多時候 甚麼維穩 那些事情 過了 所以我覺得 今天跌下去 又好像 很合理 好像 噢 不就是這樣 有時候的時間 就是這麼有趣 你想想 今天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是美股跌 但是你回頭 昨天的時間 美股都不見得好 是 但是又是 那市場不好 但是今天 對 那市場突然間 好像大家 特別是 騰訊 因為很有趣 騰訊那個股價 其實如果你看看 過去的兩天的時間 筆水 買了很多 筆水是靜買入得很厲害的 另外那些 科技股 都是靜買入的 但是今天 會不會有機會 可能 可能 估回一些 我覺得都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而且 因為騰訊 那些股去不了 好像越來越多 不過沒有 現在的銀碼這麼大 跌十多元 都是跌2.7% 反而阿里 真的跌多了 阿里 是啊 其實不止阿里 還有一隻 都跌得多 什麼 就是京東 京東啊 今天沒有看這隻 之前大家真的 不要說大家 我也覺得是 可能雙十一這些 雙十一這些 好像這麼快 好像 這麼快炒完 不是吧 會不會再回回多一點 說不定他們都 創了新高 我反而覺得一件事 其實如果這樣跌下去 先開圖 開圖 大家也明白 好像很不樂觀 不是 那個問題是 看開圖 大家都知道 好像騰訊 這些 其實 昨天的勢 或者這幾天的勢 是很厲害的 好像衝上去 但問題是 假設這些位置 你站不穩 下去的話 就變成這個頂 就是大概是 之前五六多 五六四 這個位置的頂 就變成很大阻力 就是變成很大阻力 是 但如果下去的話 就變成像之前的時間 高環區間 又走到那個位置 那個範圍 就是五百元 到五六四這個位置 就走 騰訊我小 其實比較好一點 因為起碼它 都有一個範圍 和我走 但好了 其他那些 強勢股份 尾團 尾團 尾團雙頂 雙頂 ok 接著呢 阿里巴巴 是嗎 阿里巴巴 它都雙頂 是嗎 是否覺得很特別呢 如果這些位置 你這樣走法的話 你真的站不穩 再上不去的話 是很多圖 都真是雙頂 所以變成就真的要 要份外小心 京東我不知道 京東我沒有怎麼看過 京東我不知道 是不是熟 我京東好像是 是啊 差不多 所以這些走勢 大家真的 小心一點 都真的要小心一點 這些圖 剛才提到 有很多 騰訊又好像好一點 是 但很多這些固分 真的那個 雙頂的形態 都真的幾 幾明顯 小米ok 小米呢 小米呢 小米好像ok 小米好一點 是啊 好一點 但你看到它都 其實相反上次的頂 是啊 所以這波記鼓 這集 不能入市住 小心一點 不是 我覺得這些圖 有時候圖的東西 大家都看 大家都這樣看 但是不是這樣走 真是不肯定的 只不過 我之前都跟大家說了 十月份的時間 就是短炒 其實你見過勢 一不對路就先沽了 就要先 其實是的 所以昨天 你見騰訊破頂那一下 我都很心慎 我都說 其實追還是不追 按道理 你其實是要追的 但是問題是 始終市現在 這個情況 不是那麽 好像感覺 都還不是那麽實在 因爲 都拉回去 剛剛提及到 你星期一市上升 我都真的覺得市 是沒理由升那麽多的 是很認真 我覺得是沒理由升那麽多的 但是當你升那麽多的時間 你唯有是 逐步逐步看 但是 沒有啦 現在市既然這樣走快的時候 反而我覺得 金金 你 Ronald也是 是的 看回美股的 反而看著美股的行程 先 我覺得美股現在 你當它打後這半個月 這半個月 會見真章 會好錯 會看看究竟是 怎麽說 即是預早會錯 但應該會來了 因爲現在 因爲大家都知道 拜登 現在的民運很厲害 即是按道理 應該就算是夜面好像很大 但是昨天晚上學生了一件事 是什麽 你有沒有留意 有沒有留意 這有些問題 是什麽 是什麽 剛才阿子彤給了一張 特朗普在Twitter 還是他在社交網上鋪了二次創作的照片 不是 不是 拜登的兒子的醜聞 現在又爆了出來 這件事 我會覺得 剛巧 類似是什麽 類似是什麽 是 但如果你這樣計算 當然 不知這件事 要怎麽發口發下去 因爲如果外套老婆 一定會蹲出來 一定會蹲出來 但是 選情那裏 真的 我會覺得 變數 現在開始越來越多 所以 所以 真的要再 再及一下 是 但這件事 固然要留意 但那些強勢股 好像Ronald說的 昨天見到那些汽車股 NIO就算了 這件 很厲害 只有它厲害 是呀 這件也很厲害 還有 未來這些 你都不敢買 小鵬那些 理想那些 都很厲害 沒有 你坐電動車 人家出貨量 未來都好像是OK的 但是 我會覺得 未來這些 就是NIO這些 都遲些 有些妖味都比較重 連這些固醋 這樣彈上來的話 反而是要害怕 反而是要害怕 Tesla呢 Tesla也升 是呀 看到他有 有人搶好 是呀 有個投資者 有些型號又減減 Model S 但他有個投資者 浪費2%多 在這裏出來說 他的股價還可以霸狂升 是嗎 是呀 自己撐回自己 是呀 好像說 他預計不知幾多年 升多10倍 是呀 他的growth會保持著很厲害 升了10倍 四千多元 是港的 我覺得這些 一年後再看又不知道怎樣 這些是港的 但這些車 無論在港股方面 在微股方面 其實都見到很強勢 你沒有辦法 你說現在市場 是將於炒這些股份 今天最厲害的是1772 1772 有型起 是呀 但我又不明白 它形起又怎樣 這個基數這麼低 你看它上的業績 表現到全部都差到瘋了 是呀 不是基數低才會炒嗎 我也是 你講得對 是道理的 是的 但變成市場 反而大家 真的可能之前那半個月 都覺得很容易玩 很容易看 但是 其實如果你這樣說 應該是先吃了糊 又不是 如果你說到10月份來計 不是的話 港股排行為美股 應該 是嗎 港股升法蘭之五 左右 美股好像升不足這個數 印象中 是啊 因為其實港股這一段 其實 因為它最主要是因為 星期一 一個月爆升了上去 所以它那天 如果這樣算的話 它肯定不差 但如果你問我的話 現在再要選的話 我也是選美股 所以你問我要選 我寧願選 我寧願選 這個 我也是留意著 就是這個 哪一隻呢 嘩 你這麽厲害的 WONO 贏了兩隻 吃了糊 真是恭喜你 我真的沒有你這麽大膽 我真的不敢買這些股份 真是很威風 你是順著小股去買的 未來 未來在這陣子都保持OK 但是 WONO肯定是因為 看到新能源車 OK 就再買 WONO真的厲害 有機會 玩美股是有一手 真是厲害 WONO 好 我們聽一聽 隔壁廣道的電話 好啊 有位密小姐在旁邊 密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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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想問石藥發生了什麽事 石藥1093 石藥做什麽事 他明白嗎 他今天應該是除靜 除靜應該沒有了一半 因為他要送紅股 是的 他的股價是送紅股 所以他的股價 你見他好像突然間 好像跌了那麼多 沒有了一半 其實沒有關係 是的 他的股價應該上一 他昨天的時間 是15個秋毫六 現在應該是因為送紅股的因素 令他的股價 就是那個股價 調了下來 所以不用太擔心 那我想問問他送多少紅股呢 是 送多少紅股呢 我要幫你先檢查一下 我記得好像是 是二送幾還是五送幾 你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幫你先檢查一下 好 因為我暫時在這裡 看不到那個 那個情況 但不要用手機好一點 五送三 我同事說五送三紅股 是昨天除靜的 今天嗎 今天除靜 所以你叫他今天我調整 可以調整下來 哦哦 是 你們還有什麼要問呢 小姐 沒有了 我只是覺得突然間 做不成 好 沒有什麼 不用擔心 謝謝 謝謝 謝謝小姐的電話 拜拜 接著我們輪到蔡小姐的電話 蔡小姐早安 早安 早安 你好 你心裡好 問問那個981和914是怎樣 好 你低到多少 低高到多少 你是不是有貨在手 是啊 是啊 是嗎 兩隻 要不要告訴我們 914 是啊 914 914 914 好像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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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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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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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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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價格有彈上一些 多一些的話 也要考慮一下減少 好啊 另一隻914 可以拿水泥 小姐都是58元左右買 這隻都是捱的 是不是夠窄嗎 但我看來真的窄 所以這個板塊 是我看近來 我覺得我看錯了它 我問心 我覺得 你見到內地的數據 有些消息的話 其實真的不差 但不知為何 水泥板塊 這陣子真的很弱 所以我見證一下 因為跌了不少 你看看它這段時間是否能夠轉 因為它最大關鍵位置是50元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真的有貨 我都不要50元先 50.5元都要走 如果你假設它再跌下去 跌50.5元的話 就可以轉貨 好啦 也麻煩小姐的電話 接著我們輪到下一位家庭觀眾 有胡小姐在旁邊 胡小姐 你好 早安 早安 想問什麼 我想問一隻 354特味的貨 我想問這隻買不可以 還有什麼價格 可以買 安幹 今天升了一成 有型氣 但我真的不覺得是特別好 好像一向都不喜歡這個玩法 不是時候 是啊 美東 金金 沒事 你先來胡小姐 拍了胡小姐 先說 你有沒有貨 我想問胡小姐 現在 胡小姐有沒有貨在手 沒有 沒有貨 看看買不買 對 我從來看過小 你可以去之前 試試這些位置 大概2個3毛7 前公位 這位置 但這種版塊 舊經濟股份 真的 沒有太大衝勁 所以 你見到這些股份 如果你解釋 短炒的話 你以至2個3毛7 這位置 做目標價 都要先走一走 好 也不介紹胡小姐的電話 是啊 美東 我都很勞氣 這隻 這隻不斷破頂 是啊 我當時都說這隻好東西 有沒有自己沒有買 美東多好 我忘記了 1268 這隻就是 當時都說這隻好東西 好東西 但是不買 是不是中升那些都 都升得上好 中升那些 是啊 是啊 先看看 都 一點點 反而大中升的走勢 反而弱了一點 弱了一點 是啊 但反而應該是永達 3669 好像都可以 3669 我最常見到有人推 永達 是啊 我出來是3669 是3669 是啊 永達 有人推 失敗了 永達也升得多 1268 一向都厲害 是啊 但這次我真的叫大家買 真是突敗 港股有什麼鏡頭 好用 衛魚呢 你有什麼想法 但其實沒有什麼 真是 開玩笑 這個版本小 厲害很多 說真的 1299 就了嗎 1299 1299 1299 這個有幫 有幫 大家都很貼 什麼 他們這麼好賺 厲害 但Warno你想是什麼 這個 什麼 沒有 先 這個 如果你夠看美股 都夠用 這個 我反而晚上 如果你真的說 realtime的話 我反而都 你是不是用realtime看的 其實 以前我有一些 e-trader account 以前 都沒有了 但是現在 你說現在 反而我又 因為我本身不是炒 你知道吧 我其實都是無所謂 譬如一些東西想買 去到某些價 然後下水 所以我反而又沒有什麼特別 用這些 我沒有用到 通常炒家才需要realtime 可以這樣說 是的 可以這樣說 過價位都是關鍵 有時候自己是傻子 在有 因為有時候 你想買那些股份 你轉個台真的忘記錯 其實是對的 我覺得Warno 你對的 你找這些工具去貨 是對的 但如果你說本身 就是廣估的 有些強勢股 你炒那些 反而我覺得 本地的保駕機 其實你見A-trader 那些 可能有些 走勢突破 我覺得 有些移動的 我覺得可以 因為短線的話 反而你會後退 技術上 有些破位的 其實有追了一陣 我覺得可以考 所以A-trader 你可以看看 它的功能 我覺得挺OK 想找一隻強勢股炒 炒一隻金峰 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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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神經病 看了台 雖然你可以 昨天已經一成多 昨天晚上 又沒了 好像北京 有些 十四五 又說加大風電 那些發展 是啊 那你便馬上炒了 沒有想過 連扯兩天 但是我覺得 這些板塊 又是好 先看看這隻 二、三、三、八有沒有 對 長氣又是誇張 長氣沒有 其實長氣 其實 因為大家說新能源汽車 其實它之後 它之前 是有些 即是有些什麼鬼 我那次跟大家說過 它有什麼檸檬 坦克那些系統 是 它是做那些 那些 智能 智能那類的 但是它本身 你看到它那些 銷量 新能源汽車 它這次的銷量 真正是厲害的 是OK的 所以未能彈上去 但只不過這些 純粹 你炒這些 可不可以叫做概念 又不至於好概念 但是真的 小心 是的 小心 我反而覺得你說 車股的 我覺得是那些 4S那類 勝算比較大 而且車企 車企 那些 我真的 我信心不足夠 1157 又升上來 157 157 炒Wing Show 真的OK的 這個Arnold推介 是啊 很厲害 當然 很厲害 當然 當然 不過沒有 你趕這一轉的時間 你說 那些股 你要追又 真的不行 我也是覺得 那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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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特別是 如果你要像 那些強勢股那些 都好像 已經站不穩的時候 是要有些戒心 是的 那股市都跌多了 說說說 先 那些圖 那些圖是怎樣的 我都很少說那些圖 我們知道 你當是24,600那些位置 先看看 其實那些圖都不算很漂亮 不算漂亮 你覺得會 不過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這樣看 看有沒有機會 這些位置 多少 24,200 左右 這些位置會支持 如果有支持 都好像變成一個小型的 頭肩底 如果做到出來 都是 請不請外國演場 嘩 真是聰明 Wano 今天學會講這些 金金金 不如金金 問得對 這個 是否要離開 我覺得這件事 看完今天 是 但如果這天走勢 這樣走法 是真的要小心的 還看過要上300 是 在澳洲 那你現在見到什麼了 都很感謝你支持 是 是啊 小個機會要學生嗎 4個小時時差 還是3個小時 3個小時 是 但如果 這樣走法 是要開始小心 那件事搞多久沒有人知道 但問題是 你現在 如果你的狀況是這樣的 你預住一定有時間搞 有時間搞 多久才消化完 好久 沒得說多久 通常這些消息都要避一避 我覺得 其實這次陰濕在 消息其實不是今天公佈的 消息其實你可以說 前幾天都有些品種 即是上月5日的時候 已經有些發酵 但只不過 真的 真的 今天突然間的市 即是今天來講 才掉下來這一下是陰濕 媒體美股是辛苦的 我有時都 我又不是炒 但我喜歡研究 有時都真的 是1、2點才睡 那你那晚 Apple也有2點才睡 大家的精力很好 不是啊 其實上一次 如果你說個小的話 阿里巴巴也好 騰訊也好 其實是漂亮的 其實那個世界是真的出來漂亮的 只不過昨天那一刻 我都是說 我是覺得是有些 即是有些 即是有些少少東西 是不合理 我才覺得是 不要追 即是如果你要弄個圖的話 其實昨天那一刻 升上來這一下 是應該要 如果你說短期來講 是要追的 但只不過 真是 但是這一陣子 我升勢 說服不了我 即是 令我不覺得那個世界 是應該升那麼多 所以變了 但是你說 阿里巴巴是否要走呢 我會覺得先看今天 看今天那個情況 先再下 什麼位置才可以進去 如果是阿里巴巴 沒有啊 如果這些位置 穿得 即是回家的話 整個走勢 就是這樣計算 你先看回到284樓下的位置 284 然後再到下面 到26名的位置 其實那個調整可以很厲害 284 284 OK 是啊 好啊 我們回答一下 WhatsApp朋友仔問題 好 188 拿著 188 11.02 入貨 這隻 目標價多少呢 這隻 是啊 今天很多的 因為那個是雙頂形態 到頸線這些位置 才有機會有支持 所以 真的 如果可以調整一下 可能 不是小東西 真的 真的 但是看見那些賣賣一些不怕 這隻 我穿得好東西來的 這隻 所以就繼續了 你都賺了 還有一隻3319 36.75 有貨 3319反而真的要小心 是啊 我覺得這隻要小心 是不是要止蝕呢 他自己說 因為這一堆物館板塊 其實真的弱了 而且這隻 這隻弱得來 還真是 差 如果到這位 看了35元 這個大支持位 這個位置先 這些是不是叫圓頂啊 這個啊 這個你可以說圓頂就行 雙頂就行 這個圓頂就行 這個圓頂是很明顯的雙頂 37.7 上面呢 41 即是4元 下面這樣計算的話 大概34元才有支持 剛剛好的位置 剛剛好的位置 你穿了就要走 是啊 但是這些位置 你真的要沒有辦法 就是物館這個板塊 又是很省不省 是啊 有沒有什麼消失 我反而 說來不差錯了 都說了 我反而覺得 物館這個板塊 問題在哪裏 是截額以往的時間 你可以說有很多大大隻的 其實我覺得 你說如果以回 亞生物這些 我都覺得它 如果意務上 我不覺得它有什麼問題 但問題在於說 因為本身這些板塊 它們那個的估值 它們不是低的 一隻二隻都很高的 這個大家都明白這個情況 但問題是 你現在呢 有很多那些 叫做新 你可能說大學的時間 你一堆會上市 你想想有這個 世貿房那隻 然後有這個 合景泰府那隻 有這個 恆大 龍廠這些全部都會 就是會分集上市 如果它們的估值 我覺得 不會高到去哪裏 一定要是會相對比較低 那如果你有貨的時間 你就想想 你可能之前 可能你買下的 而且你現在那麼多選擇的時間 為什麼你買便宜一點呢 就是變成有些人 有機會會換碼 所以我會覺得 是這些問題 影響到 所以變成物館股 沒有辦法 現在 那個勢是差 都沒辦法 有貨的朋友 就太偉走貨 好啦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也和Stanley申報 有沒有遲有以上 投資的股票呢 這次是有埋伴的 好 謝謝 今集節目上的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節目 稍後見